北京时间20号中午13点35分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中,雷霆主场迎战国王,微少的确震了流场比赛后重新复出,又是打国王。 上一次微少复出时,就是打国王,那场比赛微少拿到32加12加8,但是雷霆完败,一度跌倒西部倒数第一。 如今雷霆风调雨顺了,恰讽微少又复出了,和国王在赌虫相逢了,没想到,又输了。 113到117,雷霆措施登顶西部榜首的良机,微少心里难受了。 数据方面,国王这边,翔伯特上半场23分,全场23分。 希尔德25加4加2,别里查12加8,博丹是6加5,八个立志小伙子有前途,15加13的数据挺好。 最后时刻还得秀操作,简直在给雷霆送头名状,幸好雷霆没抓住机会。 雷霆这边,格兰特9中3,帕特分5中令,施罗德16中3,炮交24中9。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,微少本场出战36分中25投12中,拿到29分加13个篮板加7个助攻,今天该微少背锅嘛。 杨毅老师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,微少付出,之前表现好的球员,反而有点不会打球了。 其实比赛的进程特别胶着,国王第一节凭借着香波特的连续发力,从14比2一路干到27比8。 施罗德在打铁,炮交在打铁,亚当斯在失误,微少一看没人了,自己来吧,连拿7分。 炮交三分命中,国王单杰37比24领先13分,而到了第二节,迪加洛连连开火,加上微少的平凡杀入内线,慢慢的把分差抹平了。 此时国王继续发难,别利查,香波特,希尔德连续次各三分,外场结束国王再次拉开了13分的分差。 进入第三节后,炮交终于醒了,帅队是比二的小高潮后,比亚诺,亚当斯,微少也在轮流得分,双方从第三节一直将持到第四节中断。 国王又开始了,希尔德啪啪啪三记三分球,直接拉开十分分差后,雷霆追不上了,微少继续尝试三分出手,炮交也在外线试射,但很难形成高潮。 最后时刻八个利脑子犯虎吐,给雷霆充足的进攻时间,但是罗德连续两个三分擦框,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13比117,微少不在时,雷霆五胜一负。 金剑输给了独行侠,微少回来了,又输了,相信很多球迷会说,微少背锅,给微少开会,但今天真不赖微少。 上半场,微少三分现外五中一,下半场,微少果断选择了充框桿,当然,三分手桿也回来了,五中三,更看看其他球员数据,格兰特九中三,施罗德是六中三,帕特森五中零, 很多纯德分手的这种表现,雷霆是无法赢球的,相当于缺个得分的大坑。 不过对于微少,也挺尴尬的,最后阶段,还和湘波克在罚球线吵了起来。 显然,微少特别在意本场比赛的结果,看着自己的球队当自己不在时打的激情似火,连赞连结,自己回来了,球队却输球了,他狠,难受。 不过微少也该回来了,下一场的比赛,后天打勇士,微少,是时候展现你的能量了。